近期龟五渣男事件可谓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 在美华人家庭现在是 补遗嘱、涉信托、选墓地 一键三连那是忙得不亦乐乎 今天咱们抛开这些 来看看整个世界中另外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如何送岳父岳母回国 正好小编的岳母三月中旬启程回国 目前正在上海隔离 那今天咱们就结合小编的经验 以及现如今网上的及时信息 来算一算现在回大国 全城到底要花多少钱 整个流程是怎样的呢 目前从美国能够起飞回国的城市 依旧只有纽约、比特律、达拉斯、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 我们今天算开销 就以渣男常住地旧金山为例 先抛开所有病毒血清检测以及隔离政策不说 回国的第一步一定是买到机票 是的 就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为例 回国的航班舱位那是相当紧俏 这也就造就了一张张天价机票的诞生 想从旧金山出发回国 目前在五个一的政策规定下 依旧只有美联航UA-857可选 每周三、周五、周六、周日起飞 经停人川后抵达上海 小编专门从某个回国机票网站 以及美联航官网上查询了一番 4月到6月这三个月的机票价格 因为按照渣男的意愿 肯定是想早点把岳父岳母送回去 结果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先不说价格 白眼一看 5月份从旧金山出发回国的机票 全部收庆 而6月份 仅剩三趟625、626和629月底的航班 存有少量的豪华经济舱票位 细强也对 因为此刻正是留学生放假回国的高峰期 而即将到来的4月航班量很大 不过价格依然是难以接受 目前能够买到的4月份旧金山飞上海的回国机票 票价平均数已经达到了9619美元 而6月份 仅剩的三班平均票价更是到了惊人的12,098美元 真是供需关系决定了市场售价 随着回国高峰期的到来 机票可以说是翻倍的增长 要知道小编给岳母买到的回国机票 才27000人民币 换算成美金才不到4300 当时已经觉得贵的不行 没成想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唯一不同的是 这是张从达拉斯出发飞往上海的航班 如果大家对出发地没有要求 还真不妨查一查 从达拉斯起飞的航班 估计能省下不少钞票 好了 我们继续来给渣男算账 我们就按照旧金山飞往上海 4月份出发的军价来算 两张机票已经是19238美金了 接下来咱们开始算起飞前的居家隔离 以及若干次新冠检测的费用 由于现如今 中国驻美总领馆要求 所有回国旅客若想取得绿码 必须在乘机前第7日 抵达起飞点的指定检测机构 进行首次核算检测 这就产生了第一笔新冠检测费用 根据旧金山使领馆公布的检测机构 Apustle Diagnostics官网显示的费用 起飞7日前RT-PCR检测费为185美金 那岳父岳母两人加起来就是370美金了 这里咱们再开个题外话 因为渣男就住在湾区 所以他岳父母居家隔离的住所 不再需要额外开支 当然前提条件是他没有把老两口赶出家门 如果要是出发地并非常住地的回国朋友 这里可能还有一笔食宿费用 毕竟整整一周漂泊在外 每日连吃待住200美金肯定还是需要的 所以如果需要提前前往出发地的旅客 这1400美金的回国预算一定不要忘记 时间来到起飞前48小时 此刻渣男的岳父母需要进行第二次核酸 S蛋白LGM抗体N蛋白LGM抗体检测 这个检测的费用 网站明码标价449.5美金 两人就是899美金 由于大使馆最新规定 自2022年4月1号起 自美城飞机赴华人员需在登机前 增加接受一次抗原检测 该机构的检测费用为50美金 这又是100的开销 至此渣男就顺利地将岳父岳母送上了回国的飞机 抵达上海之后的费用 就剩下一笔隔离的食宿费 这个费用有所差别 取决于你被分配到的酒店 小编这里就参考自己岳母所居住的 杨浦区蓝天酒店为例 14天隔离期 总共7000元人民币 换算过来大概在1100美金左右 两人则为2200美金 这里有人问 回国后老两口能够住在一起隔离吗 小编查到的是 极为特殊的情况下 或许能够申请在一个房间内接受隔离 但依旧需要支付两人的价格 所以这笔钱肯定是省不下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算总账的时候了 机票19238 加第一次检测费用370 加第二次检测费用899 加第三次登机前检测费用100 加上海隔离费用2200 总开销为22807美元 由此可见 硅谷渣男想花3000美金 给岳父岳母买张机票送回国 是多么的影响天开 或者也可以说是用心险恶 好了 我们给硅谷渣男的账算完了 如果大家近期也有回国的需求 可能对整体的大致开销 也会有个参考 夏天是回国的高峰期 如果大家有回国的打算 一定要提前下手 否则再过一段时间 很有可能是一票难求 到那时候 就是有钱也登不上回国的旅程了 Lexus邀您共赏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